如果找您来打官司呢 这样我先讲一下 性骚扰案件的办理 在司法时间当中 我把它总结为五难 第一难就是报案难 为什么报案呢 刚才那个陈老师大概说了一点 在公安机关的立案系统里面 它是没有独立的性骚扰案由的 如果你拨打110报警 以性骚扰为由 向公安机关报案 它只能立强制委屈 它不能立性骚扰 因为性骚扰它的案由你找不到 就像你去法案起诉明示案件 你首先要找到一个案由 它才能立案 所以公安机关案由里面 它没有性骚扰案由 它只能立委屈或者强制委屈 那么立委屈强制委屈 意味着就是一个治案件 或者是一个刑事 强制委屈罪的刑事案件 很明显它的标准 一定会比一般的 明示侵权案件的标准又高 因此它会导致立案难的问题 受案难的问题 那么受案难当然 就只会直接影响立案难 那立案难它指向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取证难 对吧 因为你去立案也好 你去报案也好 你得有基础证据来证明 我所指控的这个事实 它不是空虚来封 它有对吧 可能是存在的 所以它第三个难是 举证难 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作为证据 我何特再说 第四难 因为你举证难 即使这个案子 进入到司法审判程序 可能存在申诉难的问题 那么申诉难 即使我再假设一步 层层敌尽的 这个案子即使你申诉了 你会发现你存在一个赔偿难的问题 那么赔偿难 比如说 性骚扰案件的被害人 他向法院起诉 目前法院解决了一个暗犹的问题 就是原来你遭受性骚扰 你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侵权诉讼 你只能利益一般人格权纠纷 或者特殊人格权纠纷 或者劳动争议 类似于这种东西去打 但是2019年1月1号 最高法出台了一个新的 一个关于暗犹的一个司法解释 里边把性骚扰损害者纠纷 作为一种独立暗犹 确立的 从此之后 性骚扰的受害者 他就可以拿着证据 直接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由 向法院来提起诉讼 这个有好处 就是说明我这个案子的原由 它是基于性骚扰导致的 不是基于什么劳动纠纷 不是基于什么 什么人格权侵犯导致的 民事侵权案件 既然损害服务金 到底要赔多少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 其实它是采取一个 怎么说话 这种弹性的 我只列举几个标准 你们根据这几个标准来判断 他没有明确说 你应该下限应该不能低于多少 上限不能高于多少没有 所以它是有法官自由材料 那么有法官自由材料 问题就来了 这个法官的意识高 对吧 那么可能就派你多赔一点 那个法官意识低 我就按照最低标准来赔 赔你的一千块钱八百块钱 基本上目前各地的 这个实践做法是 好像一般的都是五万元以下 最好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这种 因为性伤了导致被害人 他精神重度焦虑 抑郁 你就五万块钱 能解决他的这个 性伤伤的问题 这种性别暴力的受害人 他只有四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 我引领不发 第二种选择 我选择私了 第三种选择 就是我告诉以后 我就撤回告诉我 不告诉了 第四种选择 坚定维权 当然我们可能都会支持第四种 但是当我们混为思考 用同理心来看待 我们叫性存者也好 叫受害者也好 他的在一个特殊处境 因为你缺乏社会系统资源的支持 对吧 他需要独自去面对 这个强势的施暴人 他要律师 他没律师 对吧 要心理咨询师 没有心理咨询师 要医疗资源 没有医疗资源 要教育资源 没有教育资源 对吧 要就业资源 没有就业资源 怎么去打这个关系 所以他一定会选择 第一种 第二种 或者第三种 就是我受害很简单 我要去告这件事情 要获得赔偿 就非常的困难 就是大家会觉得 叫一个得不偿失 整个社会 或者说包括我们在内 需要深刻反思的是 怎么样尽快去构建起 系统的社会资源支持 比如说法律 心理 社工 情感 对吧 医疗 教育 对吧 上好处置 你把这种社会系统资源 支持建立起来了 对吧 你才能够让这些 性别暴力的被害人 他第一时间拿起法律 他一定会坚定地去维权 甚至还有人什么呢 骚扰不成 还要倒打一耙 就你那样 我怎么 看得上呢 我怎么能看上你呢 你们说了 我能看上他吗 让你心里更恶心 他是一个长久的危险 就是证据 很多次 我除了有就是比如说有微信 还可以有什么呢 我写日记 自己写下来算不算 还有些你其实是马上 比如说你事后的反应 有些人会马上就给微信发给别人说 天哪 刚才发生了什么 有人会在第一时间马上就给自己的闺蜜啊 或者是朋友啊 会发 讲述一下 那也不能做证据吧 可以做一种间接的 对对对 这样的取证确实非常困难 但是不是决定呢 我不认为是决定的 但我们有一定的这种证据意识的情况之下 也是可以取证的 比如说我给大家一说底下 过于职场的性骚扰案件当中 可能有哪些证据 第一证据就刚才您讲的 过于写日记的问题 我们在2005年 当时的妇女权娱保障法修正之后 第一例进入法院审理程序的性骚扰案件 就是发生在重庆的文静 告他的小学校长胡国民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面 对他实施性骚扰 文静他还每一次 被他的校长性骚扰以后 他都会通过写日记 他不是一篇 他是几十篇 他是证据的一个类型之一 他不能单独作为去认定 这个事件的定性 但是他作为核心的一种证据 也是很有必要的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说你遭遇的职场性骚扰 你想让你的单位的同事 就是跟你作证 我觉得只有两种情况下可能 第一种情况下 这个同事马上要离职 他无所谓了 他不怕当民报复 第二种情况下就是 他跟这个骚扰有仇 他想借你的时候 去把他扳倒 否则在其他情况下 当其他的同事 确实亲身经历 或者听说过你 被某一个上司性骚扰 他一定不可能跟你作证 为什么 因为他还想当民去干的 他可不想 因为你去丢掉这份范围 所以这种情况下 求连不如求及 我们通过写日记来详细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 地点 经过 等等这些东西 组合起来 它就是所谓的被害人陈述这一块的一个比较有力的一个证据点条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第二类证据就是录音录像证据 这种录音录像证据既可以在事后取证 也可以在失踪取证 但失踪如果第一次你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这个老板把这个下属交到他的办公室里面说以谈工作为名 你第一次你不可能反方我都觉得这个老板很正常 对不对 第一次你确实很难 那么第二次再把你叫出去 这种情况就完全可能发生了 那我觉得我们就有基本的这种证据意识了 第一我能不去尽量不去 我进去之前我把门给开了 你不能把门关上 如果确实避无可避 那你进去之前你肯定要想过 通过录音录像证据去取证 这种意识一定要有 最好录音录像证据取证有个基本特点是 一定要不着痕迹 这个大家都懂 比如你当着少录者的面 你把这个什么手机给开了 不仅仅你取不到证 还可能遭受人身攻击 那我那样可不可以 就是比如说事后 您刚说事后取证 事后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刚才发生的事 我有这样这样的想法 他在对话当中会默认 我们刚才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算吗 他可能是事后给他打电话 也可能事后现在微信才发的 这里面有一个特点 很多当事人都有个误区 他在给他打电话 或者说给他发微信短信的时候 他含糊其词 他说当时那一天 你为什么这么对应我 他没有直接讲清楚 这个事件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现在已经发生了 我想后续来进行法律维权 对吧 可能有一点点这种 这种伤疤被揭开的这种感觉 那你一定在跟他聊天 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你的这种录音录像 或者说你这种文字的这种 聊天信息一定是指向 当天你对我采取了 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具体进行描述 这才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个性骚扰行为 否则说当天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这个有很多种解释 对不对 对有奇异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讲清楚 如果电子流片记录 当然也可能是QQ 或者说电子邮件 这种电子文档要及时固定 如果是网上这种信息呢 可以及时做一个公证 以防对方把这个东西删了 手机短信微信的截图有技巧 你截完第一张图 你第二张图截图的时候 一定要把第一张图 最后一页给它截进去 这个是什么 这说明你截的这个东西 它是连续的 它不是你单独挑一张来截 这个东西是非常讲技巧的 这个也得宣传 对啊 所以我们得知道 怎么去进行取证 可以举个例子好像这个不方便直呼其名 发生在上海一个高校 一个副教授 他是一个论科老师 然后对底下的一个女学生 上完课以后 尾汉九点多 他开着车 把这个孩子载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在车上对他实施违线行为 这个孩子当时就有防备了 他在这个老师想对他实施违线行为的过程当中 他偷偷地就把手机录音给开启了 所以整个的当时这个案发的过程 这个老师这种丑陋的这个嘴脸和行为 完全在电话录音里面体现出来了 现在手表也可以录音 可以 那个沙特有个记者不就是 都被人杀了 但是手表上这个录音 同步到电脑了 对啊 这属于比较高端的这种 这种电子证据的取证方法 所以最后这个老师 他当这个女孩起起控诉的时候 这个老师很快 被学校打击证据处方 所以一定得有这种取证的方法 第三类证据类型 就是医疗的诊断证明 如果是心理层面的伤害 警官说外表看不出来 但是你可以做一个 找一个有知智的这种医院 比如三家医院 看一个心理科或者精神科 不是说你有精神方面有多大的问题 是讲这个事件本身给你造成的这种穿伤 那你给医生描述的时候 一定要详细讲清楚事情的来伦去脉 负责任的医生 他会把你说的 在他的诊断证明里面会做详细的一个记录 这个也是整个的核心证据之一 这叫做医疗诊断证明 它是可以调取的 那么第四类证据类型 如果是遭遇的职场性骚扰 你可以第一时间向单位管理层投诉 这个管理层可能是骚扰实施者 他的善级 或者说单位特殊的这样一个处理部门 比如说跨国企业 它里面有专门的伦理道德委员会 或者有专门的繁星骚扰委员会 向他们进行投诉 他们有一些义务 比如说第一 他要协助调取相关证据 当时阿发现场有没有监控录像 如果是发生在办公室里面 有可能没有 但是走廊里面有 这个女孩过去 进去的时候什么反应 出来的时候什么表情和语言反应 这东西也是可以作为证据来呈现的 我们要有这种意识 如果初步判断 这个行为 它可能是一个违反张管理处罚法 甚至是刑事犯罪的案件 你单位管理层 你当然要协助 要报案 处理这个案子 那么还有第四例很重要的 即时拨打110报警 尤其是在熟人的这种骚扰 或者侵犯案件当中 拨打110报警的时间 可能会成为办案的民警 来判断你对这个行为 是不是持抗拒心理的 第一个方面的一个反应 比如说你今天被骚扰 半年以后你去报警 民警会怎么看待 肯定认为你有一些感情纠葛 你有一些不切实际的 这样的一些企图 现在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你反过来 对吧 想报复他 你看现在晚上有这种讨论的声音 对 所以巴安的民警 他确实对你这种熟人的骚扰 和性情案件当中 报警的时间 他可能会有基本的一个碰论 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好处 还有一个好处 你第一时间报警以后 这个巴安民警 他可能会去案发现场 去看医现场 看医现场里面 有没有第一手误证 对吧 采集误证 然后对双方来进行 这种证据的这种提取 对受害人和加害人的身体 来进行检查 那这个女的可能在反抗的过程当中 就会抓挠 对吧 掐 你第一时间报警以后 警方在对双方进行 身体检查的时候 比如说他脸被抓上了 女的在做笔录 他就说 我当时反抗了 我把脸抓上了 对吧 然后警方他也可以 第一时间调取 当时的这个监控录像 这里边有一个 给大家讲一个 一般酒店的监控录像 它的保存时间是一个月 所以你要是时间特别长 人警方暂时掉 早就没有了 你怎么来怀疑这个事 在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人 是没有碰到过性骚扰的 虽然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 但是确实也碰到过 一个女生说 没有啊 我就没有碰到过 这样的事情 然后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被翻出来的时候 你才会意识到 啊 这就是性骚扰吗 这个行为 它一定是跟性有关的 可能是一种性要求 是一种性内容 是一种性暗示 是一种性含义 最让人讨厌 又无可奈何的 又特别愤怒的 是职场性骚扰 最近呢 有一个热点话题 对于各位专家来说呢 叫做不图不快 对于我们很多 这个群众来说 我们想不问不快 这个话题呢 就是关于性骚扰 那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参与讨论的呢 一个是我们洪峰热线 就是一条妇女心理咨询热线 1992年就开设了 到现在三人多年了 我们的侯志明老师 然后呢 这边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陈碧副教授 您是证据学方面的专家 还有一位呢 是我们的吕孝泉律师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 对 你们也在这个问题上是 特别有发言权 那么我在前期 跟两位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聊的时候 咱们是不同年龄阶段的 我很吃惊的是 你们说了同样的一句话 就是说在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当中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碰到过性骚扰的 在网上有人的话叫做没有一个幸存者 我一开始以为可能都是一种个体感受 但是一说出来发现大家是一种共有的经历 好像是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没有一个女孩是没有经历过性骚扰 长大的 我曾经想用这句话作为我一篇文章的开始 就是在聊性骚扰这个法律话题的时候 但是这句话如果放在文章的开头的话 如此耸人经文 因为有很多人都觉得不会吧 不是这样的吧 但是尤其是男生 尤其是男生他会觉得 怎么可能朗朗乾坤 这么好的法治环境之下 怎么可能呢 性骚扰是一个这么吓人的话题 然后实际上我后来 用同样的问题问过几个女孩 虽然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 但是确实也碰到过一个女生说 没有啊 我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不太信啊 我就说你都二十好几岁了 怎么会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呢 然后他想半天说 有这么一个场景 我不知道算不算 他说有一天我在学校的操场 跑步 然后突然他说在拐弯的时候 有一个男的突然停下来 然后就是露出了他的下半身 就是我们在法医上讲的录音辟 然后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他说当时我也没有特别害怕 只是愣住了 然后就是在我待落幕期的时候 那个人就走了 然后我说呢 这还不算 这非常典型 对 怎么才算呢 这都不算吗 然后呢 你就开始就会回忆自己 从小到大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被翻出来的时候 你才会意识到啊 这就是性骚扰吗 所以性骚扰实际是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社会化学习的过程 你可能会随着年龄啊 社会经验啊 然后你才会懂 我也经历过这么一个时刻 就是我也说 我跟周围的朋友聊 跟他们聊完我就说 我相信了一句话 就是在跟你们聊之前 我觉得叫生命是一席 华美的袍子 你们聊完 我才发现上面藏满的狮子 就原来你经历的这些场景 是原来是性骚扰 比如说我说 我有一次 我推着这个自行车在走嘛 有一个同行的一位 这个男士比我年长一些 就是他就扶在你后头 然后我想他是想帮我吗 可是自行车推着也不费力 然后就手会这样 他们说这是典型的 叫上下骑手 你不知道吗 我说啊 我说原来是这样的情况 您这个电话热线这么多年 肯定有很多 你这个电话算问对了 我们这个热线 热线本身的接线员 在接线过程中 也会遭到性骚扰 天哪 就是说您 你觉得 对 他就是用语言在 因为他虽然 他是语言 对 他用语言来骚扰 一边有语言 一边直接在做着动作 你能感觉出他的呼吸 天哪 这是一种 好多种 还有的是什么呢 这个打来热线以后呢 他就问 我想咨询这个性问题 这个什么大小长短 多少时间 你的情况怎么样 您这个热线 我们是妇女热线 我们以为只有女性 才会打电话求助 有男性 我们男性差不多占到 18%到20%左右 在男性来电中 第一位的是性问题 但女性呢 在女性第一位的是 是有第三者 或者要不要离婚 我们把它叫婚恋情感问题 但第一位 就是性骚扰这个话题 性骚扰这个话题 在女性来说比较多 比较普遍 这个性骚扰呢 其实发生在这个公共场合 挺普遍的 明明很宽敞的路 你以为他要问路 实际上不是 就是陌生人之间都会发生 大量案例 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 但是呢 这里头最严重的 最让人讨厌 又无可奈何的 又特别愤怒的 是职场性骚扰 这个就是大家最好奇的 就是性骚扰这个事 怎么定义呢 有的人现在觉得说 我可能跟女同事 开个玩笑 或者一种爱护 或者什么 怎么我这个算不算 就很多人现在 对这个定义的事 还搞不清楚 我之前在这个微博上 就问大家嘛 关于这个话题 大家有什么这个疑问 我发现大部分都问的 其实就是关于说 怎么界定 那当然不同的人 他的这个知识背景啊 他的成长经历不一样 他一定会出现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看法 就刚才讲的 你认为是性骚扰 那我认为是开玩笑 我认为是领导或者长辈 对下属的 对吧 后辈的一种关心 这种讨论就一定会存在 我个人以为 这个性骚扰的界定 至少要具备三个核心要素 缺一不可 第一个核心要素 就是违背他人意愿 对方不愿意 或者说叫做 不受他人欢迎 我觉得这个词 可能更加的准确一些 但是目前我们用的是 那个违背他人意愿 这样一个词 那么第二个核心 高层要件 这个行为 它一定是跟性有关的 那可能是一种性要求 是一种性内容 是一种性暗示 是一种性含义 对吧 跟性有关的一个行为 是它是相对方产生一个不适感 第三个构成要件 就是主观裁面 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 就是主观裁面的 我个人以为 关于性骚扰的界定 它应该只需要看 相对方 它的主观意愿 我对这个行为是不是抗拒 我是不是婚姻这个行为 如果你婚姻这个行为 那很明显 双方构成合一 肯定不可能是构成骚扰 如果说我对这个行为 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性 对吧 你再接着 我已经明确指出来 对吧 抗拒 然后反抗 然后你再次实施 我认为很明显 这是个性骚扰行为 而不需要去考虑 所谓的骚扰实施者 他在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 他的主观目的 他的企图是什么 这三个核心 就确一不可 今年3月8号 刚好是国际妇女节 这一天 那个人地资源社会保证 还有那个最高节 六个部门 联合出台的一个 关于消除工作场所 性骚扰的一个制度的 事情范本里面 第二条 那个定义 基本上把我刚才所讲的 三个关于性骚扰的 核心要件 全部写到里面去 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好 本制度所讲的性骚扰 是指 违背他人意愿 采印文字 图像 肢体 等等 这些行为 使他人产生 与性有关的无视感 然后那个不需要考虑 这个骚扰实施者 他的主观目的 要意图 但很遗憾的是 他只是一个六部门的 一个联合的指导意见 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 所以下一步 我的基本的看法是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六部委 这个意见里面的 这个东西将来应该上升到 最低层次 也得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 最高层次应该是 国家立法的层面 而下一步就是说 这个概念怎么从一个 指导性 文本刷身到一个 在实践 或者生活层面 被大家都去 广泛去演员的一个东西 就这个问题 就是可能在你们 法律工作者看来 这定义已经很清楚了 可是在我发现 我们讨论当中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什么叫引起对方的不是 或者是他不受欢迎 有的人觉得 你看我给你发微信 你也给我回了 没有觉得你不愿意 您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所以就是刚才 李律师讲的 这个它是个 参考文本里面的定义 这个参考文本呢 它有一个目的 它是用在哪里的呢 它就是用在 刚才何老师说的 职场里的 这是专门为职场 制定的一个参考文本 就是说 如果你作为一个公司 你一个企业 包括像我们的教育 大学啊 因为这里地方存在着 最大量的上级下级 我是老板 你是或者是 我是导师 你是学生 这样的上下级关系 越是在这种地方 越容易发生 就是有权力关系的地方 有权力关系的地方 但是因为有权力关系的话 它就很可能会 我有不是 我也忍 我也就为了显示 我还有一定的职场经验的人 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为了显示自己 有情伤 他甚至还会 他不会马上就给你翻脸嘛 因为背后是饭碗 对啊 背后是饭碗嘛 饭碗和发展 对 所以他不会马上给你翻脸 他好像还得回你的微信 他还得和你打交道 对方实际上不是不知道 因为我们之间还得有业务啊 我还得给你汇报工作呀 我们还得交往的嘛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得回 如果在那个过程中 你不停地进行 和性相关的这种暗示啊 挑逗啊 比如说你今天头发真好看啊 这个跟性相关吗 头发好看怎么就跟性 下面呢 那就看下面会继续聊嘛 如果你只是表扬 说你今天很精神 没问题 这就是工作上很好的关系啊 上下级很关心的关系 那他也许望下就会说别的了 对啊 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例子 就是你可以听一下 你觉得他有没有性暗示啊 他会说你长得很漂亮 没问题对不对 然后呢他下面会说 你坐起来很端正 这个听上去也没有 然后你走起来像带着风 这样听你也觉得还OK 然后他下面一句话就是 我不知道你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他会是一个连续的 让你就会从连续的里面能够听到性的暗示 因为那前面是前奏 对 证文还没下来 会不会有人如果只听了那个前奏 他就说你夸我漂亮 我觉得也冒犯我 可以吗 可以这样觉得吗 其实漂亮我觉得就是还好吧 漂亮如果在工作场所有人夸你漂亮 我理解他还是一个礼貌的一个体现 但是你看他可以一步一步的就到和性相关的 另外本人会有直觉 这个直觉我们在预防性侵的这个 特别是给小孩子讲的时候 就是连动物连植物都有的一个直觉 你看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 有的人一抱他他就哭 这都是直觉 人生来就有的一个自然界的一个正常现象 所以我们告诉六七岁五六岁的孩子 当你感觉这人对你不怀好意 你感觉不舒服 马上离开他 对 好说你们这个教育特别特别重要 很多被性骚扰不知道抗拒 或者还在礼貌的回复的女孩 可能都是没有经过这种教育的 因为他们还会觉得我要有礼貌 我要听话 我也许靠乖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其实是解决不了的 再一个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他有时特别缺少母爱父爱的情况下 那别人呢给一个拥抱啊 好孩子呀亲戚你啊 他会感觉很舒服